大家好,我是藝術家李悟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這次接收到新樂園的計畫 跟我們之後的轉變 還有創作的一些理念跟發想的過程 然後這次本來我們原先設定的計畫 是要一起去走讀嘛 然後透過一些信仰祭祀的活動去填調 然後採集再進行創作 但是因為我們在過程中收到了 疫情升三級的訊息 所以一切的計畫都停擺 然後暫停,甚至取消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以疫情當下的 情緒狀態來進行操作的方向 做這樣子的調整 那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樂觀 極度樂觀的人 然後也比較慢慢拍 所以其實當我接收到 升三級這件訊息的時候 我並沒有拍太直接的焦慮感 就是覺得應該就是閉關幾天而已 但是隨著整個程式節奏的變調 然後發現時間一直不斷的在延長 然後一直在 一直在 然後覺得自己好像要做一些升級跟調整 才能跟上程式的節奏跟整個時代的轉變 但想要跟上的時候其實發現自己情落後很多 所以就開始有一種焦慮感這樣 但在這種焦慮的過程中 還是要去面對每天的工作跟每天的情緒去梳理 那我的操作方式呢 是透過反覆的擠壓跟反覆的堆疊 還有重複的圖形或是影像 來去呈現這樣子的藝術作品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讓我達到某種療癒感 然後也去轉換一下自己的情緒 那除了創作作品之外的話 就是期待每次的線上會議吧 因為線上會議的那個過程好像有 就是有得到一些跟你同一陣線上的人的 的陪伴是心靈陪伴的感覺 因為大家都是面對到一樣的狀況 然後可能也是有很多的情緒需要轉換 然後甚至每天有很多的壓力 然後我們都覺得好像要多雲見日 可是又有下一個關卡在等著我們 所以雖然很苦 但是我們一起去面對它 然後一起心靈上的交流 然後苦中作樂的感覺 那也回應到可能原先的計畫 是奏會去企圖 我們雖然沒有一起去玩耍 可是我們在會議的過程中 那種交流 然後心靈上的支持 然後透過討論創作 來安撫彼此的心情 應該也有達到某種朋友聚 聚在一起做什麼什麼事情的那種概念 那我這件作品是2021雲端樂園 當我們同在一起 我們慢慢來和大家做的 我們要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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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